北京时间6月18日晚,中美外长会谈结束,美方车队驶离现场。在会晤中,中国外长秦刚表示,当前中美关系处在建交以来的最低谷。这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,也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。 中方致力于构建稳定、可预期建设性的中美关系。希望美方秉持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。与中方相向而行,维护好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。冷静、专业、理性处理意外偶发事件。 秦刚就台湾问题等中方核心利益,和重大关切阐明严正立场,提出明确要求。秦刚指出,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。是中美关系最重大的问题,也是最突出的风险。 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,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。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真正落到实处。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,交换看法。 其实在6月18日下午,布林肯专机抵径的时候,现场没有红毯,没有仪仗队。只有寥寥几名神色严肃的外交人员前来接机。当头给了一记下马威。 作为礼仪之邦,之所以会如此安排,原因有二个。一是这次会面,本就是美方软磨硬炮球来的。既然明知对方是来要犯的。不放狗驱赶就已经够意思了。对待乞丐,总不至于用八人大叫抬你进门吧。 二是在中美会面之前,美国军方和媒体阴招不断,持续对华施压。美军方面动作有四个。 一是6月3日,美加军舰过航台海。二是6月7日至10日,美日在琉球东部及东海海域,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。 三是6月12日,美军机来犯东海,进行密集侦查活动。四是美军核潜艇抵达韩国,将约韩海军展开联合特殊战训练。 美军在中国周边疯狂秀肌肉之际。美国媒体也没闲着,抢在布林肯抵华之前,提前开启了攻击中国的模式。 16日,美国彭博社发表题为。中国最好听听布林肯必须说的话的评论。阴阳怪气地说了两点内容。 一是妄加揣测,文章称布林肯访问北京时,会争取建立湖兰,即防止美国和中国军队发生意外冲突的预防措施。 但同时该文章诱音策策的预测称,中方肯定会抵制,他们正在犯下错误。 二是变相威胁。文章表示,针对美国利用其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基地,进行侦查和航行自由行动。 北京对这种现状非常不满。 鉴于紧张局势的加剧,中国积极对抗美国的军事侦查飞行导致的冲突,可能会使局势迅速失控。 为了增加威胁力度,该文章还刻意主观分析了中美军事实力对比。 文章称,尽管中国的军事能力迅速增长,但对美国仍然缺乏升级优势。 在军事术语中,所谓升级优势,是指交战,方将冲突加剧,到对手,无法匹敌的程度。 换句话说,就是当对手加码时,如果一方不具备报复的手段或意愿,那他要么不得不让步,要么面临失败的风险。 总而言之,其就是想要表达,当我欺负你的时候,你不能跟我玩命,因为你现在还不具备反杀能力。 文章称,就经验、训练和武器装备而言,美国军队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。 在可预见的未来,这种中美间军事力量差距,仍将是地缘政治中的一个长期现实。 啰嗦这么多,说白了不就是心里发虚。 美国现在的心情是,既想搞破坏,又担心挨揍。 所以才口口声声反复强调要建立护栏。 所谓建立栅栏。 是美国企图找到一个可以挑衅中国的安全边界。 以便既能挑衅中国,又能稳住局面。 换句话说,美国妄想找到一个,能让中国骂不还口,打不还手的范围。 从而在该范围之内, 肆无忌惮地对我们进行破坏和吸血。 如此则就近期而言,可以继续对外维持美国的强权形象。 从长远角度看,为其将来在亚太复制俄乌冲突。 扶植战争代理人争取时间。 基于这样的外交背景,也就注定了布林肯此行不可能多受待见。 相反还必将受到敲打。 关于这一点,美方显然也心智肚明。 所以自行降低预期,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。 在布林肯临行前主动声称,并不指望这次访问,能在中美两国存在的广泛分歧上有重大突破。 因为无论是从军事层面还是舆论层面,对于美国的挑衅,中方都做出了强力回击。 军事层面,针对美军的频繁异动。 早在布林肯出发之前,中方就以针锋相对,通过在东海举行军事演练等手段。 一牙还牙,强势亮剑。 舆论层面,对于彭博社充满威胁意味的评论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,于更是17日直接社交媒体上进行驳斥。 称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,这篇文章就是胁迫。 文章作者可能需要上一堂历史和地理课。 华春莹的回击,重点有三。 一是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。 华春莹表示,如果中国和美国出现意外军事冲突, 它不会是由中国采取挑衅行动, 比如像洛杉矶或加州沿海任何地方,派遣军舰和战机引起的。 相反,这种冲突将由接近中国领土的美国引发。 在与中国这样大国打交道时,相互尊重是基本原则。 二是当年能揍你,现在更能。 对于评论文章中断言,中国不具备反击手段和意愿的说法。 华春莹表示,我不知道作者是否了解,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抵抗美国侵略的英勇表现。 另外美国在越南、伊拉克或阿富汗的战争中, 有没有获得任何一次胜利。 三是别拿制裁吓唬人, 中国不吃你那套。 而对于文章提到中国将面临更多的制裁。 华春莹反问道,美国已经制裁了一万两千多个实体。 而她得到了什么? 最后华春莹警告称, 如果任何人想伤害中国而自己毫发无损, 那是幻想。 对此就连西方乃至美国自己, 也有越来越多的明眼人瞧的分明。 比如马斯克, 之前他应邀参加美国空军一项会议。 期间美军上将汤普森突然问他, 美国该怎样才能打败中国? 文言, 马斯克严肃地表示, 战争的基础是经济, 美国想打败中国, 就必须克服中美之间经济的巨大差距。 如果美国不做创新, 军事上只能当老二。 相比于马斯克的含蓄, 澳大利亚前总理内阁部秘书长基庭的 表达, 则更加一针见血。 尽管中国经常被描述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 但统计数据表明, 这并非事实。 迈克尔指出, 如果恰当地衡量, 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最大, 因为对经济繁荣和经济能力的国际比较大, 都基于对各国GDP的估算。 而这个数字是按当钱汇率, 换算成某种共同货币加以调整后的结果, 但汇率受其他一系列因素影响, 与各国物价水平的差异并不密切相符。 所以迈克尔直言, 统计数据清楚表明, 中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。 令人遗憾的是, 美国不愿承认这一现实。 昏睡百年, 巨龙已醒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 东风正在压倒西风, 浩荡历史大势之下。 再次用化解的铿腔之言作为结尾。 如果任何人还想伤害中国而自己毫发无损, 那是幻想。